澳洲Migration Institute for Australia 澳洲移民協會 最近公開會議吸引了很多澳洲移民機構 和澳洲移民局的代表參加 同時披露了一些新系列的重磅移民信息 尤其是關於澳洲未來的移民政策調整 澳洲前維州警察局局長Nexon 針對澳洲移民系統 在今年3月份提出了一場 特34項改善建議 在今年10月4日得到政府的官方回應 究竟這份澳洲政府 竟然需要用長大半年時間來考慮 而最終作出的回應有包括哪些主要的決策 在今集的視頻 我們會重點總結這次澳洲移民協會 已經抗議了的重要信息 以及解讀政府這份 政府回應報告 如果對澳洲接派來11月份和10月份 更新的移民正式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繼續關注我的頻道 我會在未來的YouTube Channel 為大家即時更新 大家好 我是澳洲Alison老師 我的頻道是關於澳洲生活、澳洲理財和澳洲房產 我是澳洲的房地產導師、澳洲的質疑律師 澳洲和香港的持牌地產中介代理 也是新書澳洲樓打造財務自由的作者 以下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意見的分享 並不存在任何投資的建議 第一方面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詳細的確認消息有哪些 第一項最重要的更新 就是只需要兩年就可以拿到PR的新途徑 首先最重的就是有很多工作經驗 但有一直計劃移民澳洲的朋友 這個最大的福音就是 新的420的簽證 是不再受到職業清單的限制 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在最新的消息之中 420的簽證就不再受限於職業的清單 只要你人工達到7萬澳市 並且持有420的簽證工作兩年 就可以轉為PR 更多關於這項的詳細訊息 將會在今年10月底公佈出來 不過大家要注意的是 雖然這個職業清單是不再受限制 但也是要求你最少有兩年的相關工作經驗 同時也算有僱主單步 如果有工作經驗 有了移民的朋友 可以關注我的頻道 我會在未來的官方宣布之中 會大家及時更新這項新的移民政策的改革 第二個更新 就是澳洲最穩的兩類移民專業 澳洲未來都會將優先權 給醫療和教育這兩個領域的專業人材 醫療包括醫學、護理等的職業 例如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主策護士等等 教育教領域包括了幼教和中教 關於這個消息的確定和更新 未來考慮通過留學實現移民的人 就要記得一定要密切留意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過 簡單的一條路 對於你嚴領的路來說 真的可以走少很多歪路 第三個更新 就是澳洲目前最缺的就是南嶺 根據調查顯示 全澳洲範圍之內的南嶺領域 是有高達五成的職業短缺 通常在澳洲從事南嶺行業的人 都會接受TAFE的課程培訓 包括廚師、木工、土木繪圖的人員等的技能職業 通常來說這些領域的課程都會更加注重實際的工作技能 並且有機會獲得澳洲的偏遠地區擔保和雇主擔保移民的機會 第四個重要知識 澳洲將會在年底實現移民政策的調整 澳洲接著將會在11月至12月公佈全新一年的最終移民政策 以上就是為大家分享這些來自澳洲Migration Institute of Australia 的確定消息 除了以上的確定更新之外 預計新的政策都會包括更多顛覆性的變化 例如商業投資移民的新政策、移民計分方法的改革、職業清單和職業評估的簡化、澳洲移民趨勢 以及其他簽證的變化等等 第二方面 目前澳洲政府對於簽證系統的改革 可以用高度關注來形容 甚至是連澳洲前維州警察局局長Nissan 都針對澳洲移民系統提出了多達34項改善建議 而澳洲政府亦在今個月 即是10月4日對Nixon的審查建議 終於作出回應 在最新的澳洲移民港的官方網站報告中 包括了以下幾方面 包括他們會致力改革畢業生的工作簽證 包括Temporary Graduate Visa 即是臨時畢業生的工作簽證 將會改為Post Study Work Visa 畢業後的工作簽證 另外創建一項University Graduate Visa 即是大學畢業生簽證 用來取代目前的405 Post Study Work Stream簽證 而且還會建議 405工的簽證是不需要學生申請 畢業後便可以自動獲取 亦會重新設立畢業生的榮救簽證 同時要考慮學生在大學期間的成績、獲取獎、出版文章等標準 同時會改革臨時永久技術的移民簽證 亦會允許僱主為年薪超過7萬澳指的任何職業的人 可以提供482僱主臨時擔保簽證 廢除勞動力市場的測試 亦會允許僱主為年薪超過8萬5萬的任何職業的人 提供186的永久僱主擔保簽證 亦會將189、190、491的簽證 重新合併成為一個計分制度的簽證 同時這項報告亦提出了很多建議 用來提高留學生價值的機會 亦從而可以改善澳洲的留學生政策 希望令澳洲的留學生更容易留在澳洲工作 以及繼續留在澳洲的路生活 摩拉第三方面 最新的調查研究顯示澳洲成為留學首選地 租金持續飄升 全球教育專家IDP Education 在兩個月前進行了 The Emergent Futures IV 調查結果顯示 自從上次調查以來 澳洲的排名已經在短短五個月內上升了2% 但超過三分之一接受調查的國際學生就表示 他們在學校附近的房租已經遠遠超過預算 澳洲雖然已經成為世界頂級的留學目的地 但一直都存在租金一路上漲的問題 租貸危機的問題還是未解決的 而上個月份澳洲新聞集團指出 一行對於生活成本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 自從2022年5月份以來 澳洲PAS的平均租金已經飄升了17% 無論是市中心附近或鄰近的Suffering空置率 都已經達到42年以來的升低 並且根據澳洲新聞集團的最新消息報導 預測Perf未來的租金依然都有20%上漲空間 但與此同時數據亦顯示 指授調查的一萬個留學生中 有四分之一依然都表示 繼續候選擇澳洲作為留學的目的地 如果覺得這條片有用的話 歡迎大家給個like我和share這條影片出去 好了 我們今集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